只要我还有那么能力 我还是愿意可以为众生付出 被称为天使义工的郑敬林 是一名末期的癌症患者 他今天在孝恩集团的协助下 举办了一场 永无生前告别会的助导会 让郑敬林可以和生命里相遇相知的人 好好一句回顾往事 分享人生 重新相谈 能够为自己办一次 生前的告别一次 其实是很有意义 因为起码是可以在自己意识很清楚的时候 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看自己 我觉得能够坦诚的面对自己 才能够学习遇到更好的自己 最起码 这些感动 这些满满的温馨 是在自己生前 还有意识的时候 可以体会得到 而不是等到离开人世过后 别人做罪事的时候 我才做得到 36岁的郑敬林中学毕业之后 就投入义工工作 在她的生命里 助人是她最大的生活目标 2003年 她在当义工期间 被子弹射穿她的左胸膛 中江后的郑敬林大难不死 虽然母亲开始反对她当义工 但她没有因此而却步 反而继续专职地投入义工工作 迷路上看着她长大的社工 陈天发 在助导会上也回想起那一段往事 我告诉她 没有啦 她没有做了 她没有做 其实她还是仔细地做下去 这个是一个很善良的方便 然后这个就是她的这个 护物的精神的过程 然后我就这样子 一直看到她成长 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样 我也是从一个死亡的边界 走回来的 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有这个机会 再一次从这个死亡的边界中 能够重生 然后能够再继续地干下去 跟我并肩作战 这个是我的意思 忍着身上的痛楚 脸上带着坚定的微笑 接受所有出席者的祝福 虽然面对生命随时可能终止 但郑敬林还是希望 能唤起更多人投入义工行列 为社会付出一点点的力量 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 这个社会可能 很多善心被别人利用了 很多人似乎不再 不太愿意去投入义工行列 但是我想讲的是 其实能够为别人付出 哪怕是一点点 都是一个福气来的 不要嫌麻烦 所以我希望 这个祝福会不只是祝福我 还是祝福其他患有癌症的人 还有其他绝症的人 那么除了祝福之外 也希望义工这个行列 会更多人去做 因为的确有它的意义在 让我们的笑容 充满着清澈的骄傲 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谢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